中秋节您怎么度过 来看看这一群环保志工 环保站不分平日假日 总是有志工自愿来奉献 国小老师曾雅芳 连续假期不玩乐 抓紧时间做环保 你一直往外求就是有欲望 你一直买一直买 跟人家逛街买东西 吃东西 可是当下是很快乐 可是回来其实那只是短暂 反而这个比较踏实 趁着年轻有体力 能多付出就是福气 资源回收量比往常 稍稍增多一些 渡君台风可能来袭 民众清出堆放的物品 有劳志工帮忙回收 它的东西同样在外面 因为台风要来 所以说马上把东西清出来 请我们赶快带到环保站这边来 付出的身影在环保站各个角落 这一边也是上班族放假来当志工 记取上次台风教训 这一次得做得更完善 棚架上方还特地做了水槽 大雨来袭才不至于积水压垮帐篷 对需要的感觉也是很好 就是刚好有需要 我们又有那个经验就可以用得上 房台准备动起来 抱持戒慎前程的心 希望不要造成灾害 大爱新闻李亚平欧阳光辉台中报道